大家好 我是藤浩 今天都好嗎? 您一定聽說過指鹿為馬這個成語 但您聽過直屬為鴨馬 中共軍艦在臺灣海峽試圖衝撞美軍軍艦 但反而暴露出中共不敢出兵臺灣嗎? 習近平的內憂外判又有多麼的壓力山大呢? 來看今天的中共不要看 先做個溫馨小叮嚀 如果您現在在吃東西 那建議您吃完再看 這個故事得說到6月1日 有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的學生 在網絡上發出視頻 說他在食堂的飯菜裡吃出了一顆老鼠頭 立馬震驚了整個網絡 特別是這個老鼠頭還有明顯的牙齒跟毛鬚 實在是非常嚇人 沒想到更嚇人的是 6月3日晚上 校方發出公告說 這是誤會議場 學生吃到的不是老鼠頭 是鴨脖子 而且校方還強調說 當事人已經確認了那是鴨脖子 不是老鼠頭 這公告發出之後 在網絡上引發更強烈的震驚 網友們在網絡上圍剿校方和政府的監管單位 批評就是息事寧人 直鼠為鴨是騙大家沒見過老鼠嗎 難道有鴨子長得這樣的嗎 鼠頭鴨身是米老鼠跟堂老鴨的合體嗎 好這件事情確實非常可笑又可悲 可笑的是 校方與官方為了掩蓋醜聞 不惜瞪著眼睛說謊 違背著智商 違背著理性 違背著常識 硬是把老鼠頭說成是鴨脖子 直鼠為鴨 那有誰看過鴨脖子長牙齒的呢 換句話說 在中共官僚體制底下 官員為了掩蓋自己的錯誤 絕對是敢於說謊 善於說謊 中共從上到下 從全國性的疫情、脫貧 到校園裡的老屎頭全都能說謊 可悲的是 中共官員為了掩飾錯誤掩蓋真相 必然會動用手中的權力來欺壓百姓、欺壓學生 逼著學生改口來抹去腦中的真相記憶 來說出符合官方利益的官版通告 換言之 在中共社會裡頭說真話的人會被懲罰 說謊的人才有前途 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顛倒是非 敗壞道德的逆向淘汰體制 或許這次的謊言實在太誇張了 畢竟鴨子跟老鼠長相差太多了 迪士尼的卡通從小就交於我們這一點 如果就這樣厚著臉皮掩蓋下去 可能會激發民間更多的反彈 所以中共黨媒、央廣網和央視 在6月5日針對這個丫頭 不對老鼠頭做了進一步的報導 黨媒不但質疑了校方的說法 還特意挖出一件事 就是這家學校早在兩年前就發生過 食堂出現老鼠的事件 還被當局懲處過 黨媒的言外之意就是暗示 這家學校很可能是為了避免壘犯被中罰 所以才刻意要直屬為壓 寧可讓老鼠頭含冤落地 也不能讓官員的烏烏沙帽落地 這聽起來好像中共黨媒也挺正義的 居然還幫人民申冤了 但其實別忘了 黨媒是黨的喉舌 是幫黨說話、宣傳和化妝的 所以黨媒被允許抱倒這個老鼠頭 就是為了利用民間的小事情 不會威脅中共政權的小事情 來營造黨媒和黨的公正形象 讓人民覺得黨媒是可信的 然後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 在清一色為中共說話、為黨洗地 這就是所謂的小罵、大幫忙 在重大的問題上 引導人民跟著黨走相信黨 所以一顆小小的老鼠頭 居然可以咬出這麼多中共的運作內幕 確實也算公在設計了 應該可以下葬在中共的烈士墓園吧 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最引發全球瞩目的新聞就是中共軍艦在臺灣海峽 試圖用衝撞的手段來挑釁美國軍艦了 在6月3日 美軍軍艦中雲號和另一艘加拿大軍艦 準備通過臺灣海峽 卻遭到中共軍艦挑釁攔截 中共軍艦在美軍面前強行橫向穿越 想逼迫美軍改變航向 雙方當時距離只有137米 這是非常危險的近距離挑釁 再看一遍 共軍軍艦硬是從中雲號的前方 橫切通過 共軍還威脅美軍說 如果不改變航向 兩軍就會發生碰撞 最後中雲號不得不減速下來 避免雙方發生衝撞 再從美軍的軍艦角度來看 就會發現雙方距離非常靠近 就像中共在高速公路上 對美方實施了B車或擋車一樣 是非常危險的 說穿了這是一場共軍的蓄意挑釁 和自殺式的恐嚇 事實上中共上一次對美軍實施這種 軍艦衝撞的恐嚇已經是2018年的藍州號 在南海上試圖衝撞美軍的軍艦 但是5年後的今天 中共不但發動軍艦衝撞 連軍機也搞恐嚇 5月26號 美軍偵察機在南海上空 遭到中共的軍機攔截 共軍同樣採取了近距離航切的方式 來通過美軍面前 還刻意製造不穩定的氣流 來搖動美方的軍機 換句話說 中共在10天之內 連續對美軍發動了空中與海上的危險攔截 而且中共的國防部長李尚福 在香格里拉論壇上被問到這件事 李尚福的回應非常不客氣 他怒嗆美方要管好自己的軍艦 管好自己的飛機 而中共的中央軍委 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錦建峰 他也在香格里拉論壇上說 針對臺灣問題 共軍是全時待戰 隨時能戰 好 中共不但行動上對美方衝撞恐嚇 在言論上也把吊子拉得牢高 好像戰狼附體一樣 那麼很多人就好奇了 中共真的準備跟美方開戰嗎? 我的看法是 這個說法一半對一半不對 對的一半是中共確實考慮製造一場軍事衝突 不對的是中共不想這個軍事衝突規模太大 最好是可控的小型軍事摩擦 不要失控變成戰爭 為什麼? 因為這些高風險的挑釁動作 其實讓我們看見了北京當局的困境與焦慮 嚴格說 我認為中共這次的軍艦挑釁有兩個特性 第一 這很像二戰時候日本神風特攻隊的自殺式棋息 中共確實抱著不惜衝撞的姿態去強行攔截美軍的軍艦 所以才會這麼近距離的逼船和擋船 第二 這場神風式的軍艦挑釁本質上是一種海上碰瓷 中共很可能希望哪天真的來個擦槍走火 那一旦雙方撞上了 到時候中共就可以自稱是受害者 來進行各種政治操作來獲取他們需要的利益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北京目前陷入了內憂外患、內外交逼的嚴重困擬 首先 北京當局在海外遭到美方率領的國際反共聯盟 來進行全面圍堵 不但在地緣政治上陷入了新冷戰的圍困局面 中共還被美方全面切斷了高端技術與高端芯片的供應鏈 而且美中雙邊的貿易戰還沒有收停 這讓北京實在沒有什麼好的對策來搶救經濟 同時也拖累了中共對台出兵的備戰能力 再加上世界主要國家紛紛表態支持台海的和平 反對中共片面改變現狀 這讓中共更沒有正當性去禁犯台灣 中共不敢也不願意跟這麼多個國家來同時為敵 畢竟俄羅斯的教訓就在眼前了 如果中共也像俄羅斯一樣身上背著一萬多項的國際經濟制裁 中共即便拿下了台灣 可能也會搞得經濟崩盤 活不下去 窮的只剩下台灣 其次 北京當局在國內遭遇的困境是更嚴峻的 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經濟問題 比方說外資外企持續撤離 經濟低迷不振 股市也走進了熊市局面 還有 失業問題嚴重 青年失業率超過20% 疫情過後新增了5000多萬的失業青年 還有 中共地方政府債務巨大 超過162兆人民幣等等 這些都是中共撈破頭也沒辦法解決的經濟難題 北京的第二類困境是政治問題 習近平雖然現在看起來大權在握 中央政治局都是它說了算 但是它的權威顯然是不安穩的 很可能遇到了內部的許多挑戰 為什麼呢 可以從最近的幾件事看出來 一個是習近平最近下令全國都要學習他的習近平思想 要入腦 入心 入魂 而且還不斷地要全黨必須統一思想 統一意志 統一行動 這說明什麼呢 說明中共內部就是思想不同意意志不同意 甚至有人在行動上不斷地跟黨中央作對 讓黨中央感到威脅了 所以北京才要不斷地推動這些思想改造和宣傳工作 搞個全民大洗腦來給自己壯底氣 另一個是習近平今年不斷地對黨內強調要忠誠 特別是對軍方 強調要助勞忠誠 而且是要絕對的忠誠 否則只要誰忠誠不絕對 就會被北京認定是絕對不忠誠 這意味著習近平在軍方內部遇到了很大反彈 所以雖然檯面上的主將都換成了他的人馬 但是軍方將領還是有不少人對他反對 因此他最近抓了前空軍上將劉亞洲 想來個殺機警候 但這剛好反向表明了 習在軍方裡頭的權威和地位還是很不穩 這也剛好說明了 為什麼中共最近准許網絡上流傳所謂的四線作戰論 來降溫中國內部的武統臺灣的聲浪 表面上是說 如果中共出兵臺灣 就會遭到四面八方的戰線圍剿 反而不利大局 但根本的原因其實是習近平 對軍方沒辦法有效的控制 擔心一旦開戰了 軍方某些派系的勢力會不受控制 會搞出軍事政變 或者聯手境外勢力一起來推倒戲 還有一件事 就是中共最近大力推動反間諜運動 抓了幾個跟外國企業往來的華人 而且習近平最近主持了中共的國安委會議 他直白地說 國家安全問題的複雜程度、兼具程度明顯加大 要準備經受風高浪急 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這表明了習近平有非常大的不信任危機 他可能懷疑黨內有人要聯合所謂的境外實力來推翻他 所以說中共在國內遭遇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 都是更嚴峻、更複雜的困境 這些困境對北京來說沒有一個是容易擺平的事 而當中共遭遇到內部政權危機的時候 最廉價也最快速的緩解手法 就是製造一場外部危機來轉移焦點 把內部矛盾轉移到外部矛盾上去 因此我們剛剛講過 這次中共軍艦對美方的衝撞挑釁 本質上是一場海上碰瓷 如果真的撞上了 中共就可以順勢聲稱自己是受害者 為了保護領海被美方攻擊了 這樣就可以大力的煽動國內的民族情緒 把國內、黨內和軍方內部的怨氣和敵意 全部強行轉移到美國身上 讓美國來充當北京的替罪羊和壽七包 這是北京一種金蟬脫殼的維穩伎倆 而且習近平這兩年對臺灣的態度 從一開始的積極武統備戰 今年突然來個煞車大轉彎 改成了兩岸一家親的合同 還拋出了四線作戰論來降溫武統 這一點當然會讓軍方的鷹派相當不滿 會對習覺得不諒解與不信任 畢竟我們已經都爐子燒紅了 敘事的待發了 你在這時候回頭破門人水放軟了 是什麼意思? 所以不排除習近平這次是故意要求軍方 要採取危險行動來挑釁美方 這樣一方面可以對美方展現中共的戰狼姿態 來測試美方會怎麼回應、會不會讓步 另一方面也可以對國內的鷹派勢力來交心 做出一副我還是鷹派 我隨時準備開戰的這種姿態來攏絡鷹派的勢力 讓他們別因為黨中央現在暫緩武統而不滿或者辯解 因此總的來看 我認為最近中共對美方的軍事挑釁以及戰狼言論 不但曝光了北京當局的內外交比困境 同時也曝光了中共現在無心也無力 出兵台海 所以才要用這麼激進的言行來掩蓋底氣的發虛 為什麼中共不願出兵台灣呢? 第一 國際社會積極聲援台灣 中共無力與各國同時為敵 第二 國際社會對中共實施了技術封鎖 耽誤了中共的軍工備戰 第三 中共目前的軍事力量無法取勝 第四 習近平目前無法有效地控制軍方 出兵可能會批上政權 但是我們不能排除中共可能會在南海 跟美方發生小型的可控的軍事摩擦 因為中共需要一場外部的矛盾 來轉移內部的矛盾 需要一場外部的軍事危機 來緩解內部的政權危機 好 今天就到這裡 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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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